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金伟点评 我是David 郑金伟 非常感恩大家的支持 金伟点评天天带来的就是最新的国际消息 在今天节目当中想跟各位来谈到的 还是乌克兰进入了第九天 此时此刻的乌克兰即将天亮 当然对乌克兰人来说 现在大概是最担心的就是基辅的居民 还没逃离的 虽然现在街上看不到什么人 但是那个场景就像古代的时候 濒临沉下 那现在据新闻来说的话 大概在基辅城外 俄罗斯的军队已经聚集了三天 部队就不断的不断的靠近基辅 在外面集结 那换句话讲 再来的就是一次总攻就要开始了 但是现今局势过去的八天 看得出来呢 这个似乎有一点点焦灼 状态有点焦灼 不管是俄军在整个进入乌克兰的 军事行动当中 实际上也碰到了不少的抵抗 抵抗讯息还不少 那俄罗斯官方国防部在昨天后来也 这个很罕见 正式宣布说在这一次的军事干预行动中 大概已经阵亡了将近快500 那实际上是498人阵亡 那受伤的也不少 那当然他并没有讲到乌军的那边的细节 当然在乌军方面的反应是说 乌军比较早了 乌克兰这边说 俄罗斯的军人 已经有5000人阵亡了 我们英勇的抵抗之下 他们5000人阵亡 以过去的经验 战争在打的过程中 都是报喜不报忧 为什么 不是跟老百姓 这边在什么 大家好像歌功颂德 最重要会什么样 影响士气 因为家属听到自己的子弟兵在战场 对不对 哗啦哗啦 那个阵亡跟着什么一样 那还得了 对不对 这个就反战了 这第一点 第二 士兵也多多少少会听到 哇 同僚 一个一个挂了 那个心情也那个 对不对 所以一般都不讲 这个战报 战报都是捷报 对不对 什么时候听过 我们战败了 我们撤退 撤退都要叫什么 转禁 对不对 军事术语都知道 军人没有撤退两个字 就说我们转禁 你一听他讲转禁 你就知道 他是背向了你 这个他已经走了 那当然现在濒临城下 这个大家就在问 什么时候动手 会打多久 这个大家就很好奇的 问题就出来 那实际上我们看到在前两天 哈尔科夫呢 这个在基辅的东方 就等于算是乌东地区 现在呢 正在正在进行一种 算是大火力的攻击 还没拿下来 哈尔科夫大概是第二大城 那对于这个基辅来讲 若哈尔科夫丢了 那这个大概基辅也是下一个 那对泽连斯基或对西方来讲 那未来的乌克兰局势就要改变了 那现在看得出来普京是 以战逼合啊 就说我一边打 我一边打 我一边打 一直逼你逼你逼你干嘛 上谈判桌 好那讲到谈判桌 昨天第二轮的谈判谈了 那在这个乌克兰跟白俄罗斯跟波兰的边界 这都很神秘都不能讲在哪里 那这次谈呢 原来要谈的是 比如说停战 停活 人到走廊 三个要件 因为上次呢 五个钟头啊 没交集 上次是没有预设立场 所以我们不设主题 大家坐下来聊聊 那聊了五个钟头 中间还休息两次 三轮呢 在上面 没结果 对不对 那这一次呢 说像我们定一个三个议题 简单点的 好上手的 对不对 停战停火 没有什么撤军 什么北约 什么都不讲 那个太复杂了 还有人到走廊 好 那昨天开多久呢 开了两个半钟头 唯一只有对人到走廊这件事情啊 达成共识 至少 乌军也同意啊 难民要讨就让他走 我们基本上不阻挡 只要是 比如说运送难民的火车 运送这个难民的汽车 什么经过 我们一般都放行 他爱去哪去哪 走吧 我们不那个 这一点达成共识 至少在战争发生的时候 这种人到 至少我觉得双方都还算不错 大家都能够达成共识 俄国这边也 其实俄罗斯本来也就是 以战彼合嘛 对不对 他并不是要那种 什么屠城 学习什么这种 大屠杀 不是这样 他真的要的就是 我们之前讲 普京一直想要的一种 地缘政治上的安全 当然现在对普京 有很多毁欲参半了 那当然我总觉得 普京也没有错 普京没有错 普京站的是俄罗斯的角度 如果今天你 当俄罗斯的总统 你跟普京的做法 大概八九不离十 对不对 因为你总希望 譬如说你自己的民族国家强大 当然我们今天 都不是俄国总统 大家或者是那些美国人 他也不是俄国总统 他一定站在他的美国的视野 对不对 我们站在华人的视野 大家都不同的视野 在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我做媒体人 我有这感觉 有的时候 这个你周遭的环境 有一点像一个气场 很多媒体舆论 各个方方面面 或你的朋友 他会影响你 对事情的价值观跟判断 对不对 那我们常常 大家都这样讲 人云亦云 对 是真的这样 但事实上 你必须自己要有判断力 说实在 这一次乌克兰事件 我们大概这一个礼拜以来 每天在经纬点评当中 我们来分析乌克兰的局势 什么这个那个 讲半天 其实最感动的 是下方留言 下方留言 我平常听讲 经纬点评大概 20年 20年的 我们三月底 开播 到现在 马上就要两年了 对不对 到22年的三月底 我们就要满两岁了 在这时候 我发现下方的留言 那个内容 跟质量 哇 那个 真的每一个都是高手 平良心讲 在我们观众当中 我突然觉得压力很大 简单的讲 就是说呢 我好像面对一群 教授 坐在台下 你要跟人家讲这个东西 各个都是高手 那当然呢 我们只能说 分享 对不对 我很乐意 跟大家分享 分享 我的观点 也欢迎各位 在下方留言 分享 您的观点 给我 那我想 这个 大家都是互相学习 一种 脑力激荡的 资讯交流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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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呢 这个 在两岁来临之际 经纬点评呢 就做得更好 好 广告时间结束 那当然呢 还没有订阅的 请订阅 那已订阅的 请按赞 这个是惯例 捧个人场 支持一下 好了 那回来就要讲 两岁 百感交集 回想这两年 等到那天 我再跟各位 讲讲这两年来的 心理路程 那真的是 第八跑道 印证的 非常的贴切 第八跑道是 也不是超来的 是真的是我的感触 感触 好了好了 言归正传 讲到正题上 濒临沉下 这个乌克兰的 基辅的居民 现在的心情 那个真的是 如坐针战 对不对 不见得每个人都有条件 能够离开这个城市 或是想离开自己的家园 我说真的 你就算跑出去 到波兰 到其他国家 罗马尼亚什么 将来呢 对不对 生活居住 什么这些将来呢 怎么走 对不对 好了 那就要讲到呢 这个整个现在事态的发展 刚刚跟各位做了一个报告 最新谈判的结果 这段时间呢 现在基辅已经过了五点半早上 那今天又是一个艰苦的一天 对于未来局势的发展 大家当然只能期待和谈 谈判了解决 现在看来 普京是吃了衬托铁的心了 这件事情一定是要最后有一个结果 对不对 你想看 将近二十万大军 整个动员 普京大概把所有的家底成本全部 甚至他一生的政治资源 放在桌上 这一把是 也可能是大获全胜啊 也可能是输得一塌糊涂 从此再见了 对不对 不是普京再见 乌克兰到 不 俄罗斯到再见了 赌的是国运了 放在上面了 他不赌不行了 再不赌 俄罗斯叫泡沫化 被边缘化 被孤立化 对不对 逐出国际政坛 你已经是 像火星人一样 不是地球人了 普京要不要走出这一步 当然 没错了 对 普京也没有错 那回来讲 泽连斯基 他也没错了 他坐的位置嘛 那当然这个 有机会跟各位再谈谈泽连斯基 至少在昨天的第二轮会谈中呢 敲定了第三轮会谈的时间 这还算是好事 但是 唯一让我比较担心的是 会谈虽然在进行 但是呢 美国这边也没客气 这两天 其实德国西方国家 大家都送了很多武器到乌克兰来 那这件事情只会让这整个局势拉长 因为乌克兰一定抵抗嘛 对不对 有条件抵抗 那在谈判桌上呢 他态度就会比较硬了哦 俄罗斯呢 要达成目的的这个动作就会受到限制 双方这件事情就会拖得比较久 没有办法速战速决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一个人民可能会有更大的死伤啊 因为比如说像这两天正在攻打哈尔科夫第二大城 那这个乌克兰官方说目前据说啊 已经有两千个平民啊 这个不幸在战火中呢 丧命 那当然来讲现在呃最就刚刚讲的这个西方给的武器啊 比如说像这个叫呃毒刺啊 毒刺这个呃这个叫做防空飞弹 这个毒刺防空飞弹呢 跟反坦克飞弹呢 基本上都是属于单兵操作的武器啊 那像这个毒刺的是雷神公司做的 他当年啊 实际上这个武器不是很新的啊 也不是高科技是因为他设计出来非常好用 在单兵作战上呢 能够加大步兵的防空力量 那步兵以前最大的吃亏啊 就是没有空忧 对不对 敌人来一个直升机上面架个机枪 就把你们地面啊 打得稀里哗啦 你们根本躲都躲不了 如果在大家都在地面 我有壕沟 对不对 我有掩体 如果你今天来一个空中 有的壕沟没用啊 壕沟没盖子啊 对不对 他从顶上往下打 你就完蛋了 所以呢 那时候啊 大概在 差不多四十年前 三四十年前 美国就在研究啊 要做一种防空飞弹 就单兵操作 这个士兵呢 一个人 放在肩膀上 一射 就可以把飞机打掉 好 那美国雷神公司啊 就拿到这张订单 就开始做了叫毒刺飞弹 那这个毒刺飞弹呢 他展露头角是什么时候 叫话说 1980年啊 80年呢 这个俄罗斯啊 当时俄罗斯啊 跟阿富汗啊 就简单讲就是俄罗斯入侵阿富汗 当时定调就这样讲 俄罗斯的当时苏联嘛 哇 那么一定是坏人 对不对 我说脸上有刀疤了 都电影里面都这样演 好 入侵阿富汗 那入侵阿富汗之后呢 基本上阿富汗啊 就没有抵抗能力 所以听说那是那时候啊 就就美国啊 就开始要运作啊 因为美国不能用派兵去帮阿富汗 打苏联啊 那不就美苏大战啊 冷战变热战啊 好 那怎么办呢 就就中央情报局来了啊 来去哪呢 找到以色列 找以色列啊 这以色列的也是有情报机构啊 情报机构找情报机构 就要讨论啊 我们怎么啊 来帮阿富汗人 对付苏联 好 那结论是什么呢 训练人 这一定要训练啊 对不对啊 所以这故事就接上了 对不对 本拉灯怎么来的 就接上了啊 好 那就训练 那训练呢 这还简单吧 还弄出来啊 找一个地方去训练 去哪训练呢 巴基斯坦 对不对 把巴基斯坦起报机构也找来 以色列人哦 巴基斯坦人 还有美国人 好 就训练啊 就训练什么 就训练这些啊 这个阿富汗人 那单 那个那个 本拉灯不是啊 他是沙特 但就那边的人 反正他们都是要那个啊 圣战组织就训练 训练完了要给配备啊 好 给枪 枪不够啊 因为当年苏联啊 占领阿富汗 阿富汗多三区 对不对 空优是什么 直升机 战车 尤其是直升机 在那个有冲突的时候啊 要阿富汗从三峻里 直升机很快 就可以到现场 立刻控制整个战场局面 对不对 上面有机场有飞弹 把你们地面这些反抗分子 通通给打光 好 那怎么办 他们就研究 做这种飞弹 对不对 那雷神公司说我们刚刚研发出来了 叫毒刺飞弹 单兵操作 CIA一看 这东西好 但是好归好 雷神做都美国 他不能直接拿去给本阿登 这个就会造成一种 美国支持阿富汗 对抗苏联 那这不就要打了 好 怎么办 就跟以色列情报结果讲 说这样子 我出钱 你去国际市场上 买毒刺飞弹 送到 这个巴基斯坦 再由巴基斯坦陆陆陆扛进去 到阿富汗 打苏联 够要了吧 美国出钱 美国真的出钱 就给以色列 以色列情报机构 就到国际军火市场 黑市买卖 说 这个当然没有讲谁 但大家都心知肚明 说我们要买毒刺飞弹 那有买就有卖 这飞弹 居然就出来了 怎么出来 那就不用说了 反正睁只眼闭只眼 这毒刺飞弹 就流向了黑市军火市场 源源不绝 流了很多出去 那以色列就 反正有人出钱 就源源不绝 把这些毒刺飞弹 就送给本阿登他们 这些去抗暴 去对付苏联 苏联真的 在这个阿富汗 那肯吃大亏了 被这个毒刺飞弹 咻的咻的咻的 一架一架直升机 都给打掉 还有反坦克 对不对 也是飞弹 所以俄罗斯的 苏联在那时候 在等于是阿富汗的后期 第一 战事 整个战争的不顺利 防不胜防 因为那个 可能反抗组织 一个人扛了一个毒刺 他躲在山头 他可能等了三天 只要有一个俄罗斯飞机过去 我咻就把你打掉 你根本都不知道 莫名其妙就被打到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 对于这个俄国 听说 他们的飞机 在飞机起降的时候 要进行一种 叫阿富汗式的降落 一般军机也怕 不是只有直升机怕 你飞机要降落之后 是不是减速 低空 我一样在机场外面干掉你 所以听说那时候 苏联的飞机要降落机场 一般我们坐过民航机都知道 很远就要开始慢慢降 缓降缓降 对不对 降落前三十分钟 收餐桌 大家作证 那飞机就开始加加降 他们不是 他们快要到机场 机场在下方 他什么 大角度 这样下去 撞 等于砸在地上 为什么 快速下来 免得被打掉 如果你这样 飞 动一个给你就没了 对不对 还没到机场就再见 他们都这样 快到 震一阵 降落 免得被打掉 所以那时候苏联说 阿富汗式降落 大家一听 对不对 摔着在里面 这样 那免得被打掉 你就知道 毒刺还是很有威力 那这次呢 这个西方啊 已经送了好几千枚 毒刺飞弹 到了乌克兰 所以未来的战况 你就可想而知啊 多激烈 那当然在这一次啊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 泽连士基啊 这两天 一直在讲 进航区 进航区 你们要设进航区啊 因为这两天 地面部队 推进不顺利 对不对 俄罗斯的空军叫来咯 空优嘛 轰炸机 战斗机 什么直升机 就要进来咯 因为你地面部队 抵抗多啊 我就轰炸 因为飞弹很贵啊 到现在 听说俄罗斯啊 前前后后 射了快四百多枚飞弹 这个飞弹 贵多啦 那飞机丢炸弹 便宜啊 对不对 哪怕是精灵炸弹 会找目标的 也比飞弹便宜很多啊 那轰炸机 战斗机 什么就要来了 所以泽连斯基说 进航区啊 进航区啊 快点把乌克兰啊 射进航区 进航区的概念就是啊 在乌克兰上方 所有 都不能动啊 对不对 这飞机在这飞 飞飞飞 那所有的呢 只要有 俄国的飞机要进来 这边叫飞上去 叫去 阻拦 阻挡 不可以 不可以走啊 不让他们进来 所以这个都是 一个一个动作 但进航区这东西啊 要执行 你不能说 我这是进航区 俄罗斯的飞机就乖乖军机 不进来 开玩笑 开玩笑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会进来 那进来怎么办 交火啊 打了 叫打仗了 那是不是西方跟俄罗斯就要开战 所以你看啊 泽迪斯基讲半天 美国也不吭声 美国总统说 我们美国上方 禁飞俄罗斯飞机 人家要的是乌克兰上方 不是你美国啊 你美国上方是 俄罗斯飞机也不会去啊 除了民航机 对不对 瞎扯淡 那叫瞎扯淡 好 欧盟呢 大家都不吭声 通通不提啊 因为禁航区这东西 要去执行 要有代价 2011年3月17号 对不对 利比亚上空 联合国通过禁航区 那个夺贵啊 的概念 就是随时要有战机 standby 任何 禁止进入的 比如说利比亚的战机 或什么 只要上空 我们上去就把你逼下来 不下来就打掉你 那是巡逻啊 要成本啊 对不对 伊拉克1992年也有过 巴尔干冲突1992年也有过 代价不菲啊 代价不菲 那不像南斯拉夫大轰炸 大家去狂轰烂炸 把所有的过期炸弹都丢下去 就回家了 有没有效果管他的 这个可不一样啊 所以你看现在没有一个国家说 好 我们帮乌克兰呢 保持近空 近航 不敢啊 惹不起 大家都不想卷进去 你没有发现 这次乌克兰恶乌冲突 西方国家 出嘴 经济制裁 给武器 剩下没了 到顶了 顶多还接收难民 但难民是有条件的 不是我包吃包住一辈子 听说只给三年签证 你可以在欧盟呆 三年后没事回家 这样子的 所以现在也可以看出来 战争的发展趋势是 还没停歇 还没停歇 还在走 到底要打多久 实际上也看得出来 关键 关键真的是在西方国家 在态度上松不松口 我相信现在只要 美国出来 拜登出来讲一番话 说北约东扩这件事情 我们从此不谈了 我们也不在乌克兰地区 进行军演 我们希望这件事情 就到此为止 你俄罗斯撤兵 对不对 我们回谈判桌 你通通走掉 我相信俄罗斯一定走 只要普京出来拍 拜登出来拍胸脯保证 普京一定答应 但就是西方这句话 打死不说 打死不说的原因 前几集都讲过了 他的目的没达到 对不对 但是看得出来 这都是 人为的因素 北约不东扩 并不影响乌克兰人民的 幸福快乐 对不对 但是北约东扩 造成今天的局势发展 是如此糟糕 战车隆隆的声音 游在耳边 各位想想看 如果今天你住在西府 你听到外面战车 撵过马路的隆隆之声 那是什么样的心情 什么样的感觉 对不对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们设身处地 也替西府的居民 大家一起祈祷 希望战争 就到此为止 就结束吧 我有时候想起来 也真的是 替这些乌克兰人 感到难过 但是事态发展 也不是他们能决定的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 各位的收听收看 也欢迎各位在下方 留言 表达你的观点 那周末来临之际 谢谢各位支持 我们朝90楼前进 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我会继续努力 不管到几楼 永不放弃 第八跑道 是我们的目标 一定会抵达终点 谢谢各位 我们明天 不是明天 下周 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 拜拜